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不解说国账,让我们看一下录像吧 今天也是我们12月的第一天,第一个早上 当然我现在是11月30号的晚上,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是12月1号了 就百将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就是防一下创新可能会好一点,是不是 我们的队友出来了,然后他自己支别了6号位的一个主将,也没惹射 这种队友是可以接受的,那个赵羽霸出来也是与世无争 这边如果说我可能会丢个决斗吧,因为猥琐一点会好一点 嗯,他可能是想把这个决斗说不定有什么队友他可以用吧 然后就设了一下,而且自己设了一个万剑嘛,那赏可能也用处不大,应该这么想的 都很低调啊,他不是卫国都不去杀他,这个赵羽霸是玩的非常低调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弱将,弱将是没必要去空场的 他即使不是卫国嘛,那你自己老实待着,不觉得挺好的吗,是我,我也不懂,我也不打,不打那个3号 因为曹操他吸了一个万剑嘛,所以他在这留了两个赏,他防一个万剑,然后待会可能在这里 主将的邓爱图着一个方块的桃子,卫国,3号是个卫国 这个光鱼,这样出没错吧,因为他出来的话可以回合外部摸一张牌 那应该是,还有没逃,那好也是个卫国,就是说8,3,5是卫国嘛 这其实可以先开个万剑,然后看有没有队友出来,然后再把移代了开一下吧,就这样 那你这个武器拿来也没什么用啊,刚才应该多留一点基本盘是不是 因为主角,他看到有13个威国了,所以他就是说要亮了,所以他把这个杀给去着 因为他现在他是给杀到赵云和那个暗号,是不是要双亮呢,应该双亮了吧,这么多杀,那应该是要亮 你就是5号,他必然是卫国,你当亮和双亮,怎么说呢,你双亮的话,可能说先过到一些紧张,然后对 这边应该是先出杀,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你过到牌的话,你也可能过到无邪嘛,这么一个想法嘛 实用剑还是比较爽嗨的,直接把针机调戏的是生活不能自理 所以你觉得吕霍露,几个袍的一个boss,然后变成了一个打工的这么一个东西 现在又要跟这个也不对,因为金凤他没有打过邓爱好像是,他现在只能强行跟邓爱合作嘛 这该主还要救一下,这个灯爱倒是状态就是灰起来的 这里哦,如果说他能光到一个黑桃酒什么的,他直接可以放床给丁凤,然后把它劈死的 因为你批死他的话,你已经是,就这个局就是稳赢局了 因为邓爱曹涛他是不可能打赢,诶,诸葛刘尚配合刘备的 就是,即使这个刘备被创新了,就当刘备,他们也打不过,就这么说 这闪电还一直挂在那个曹老板的脸上,难道被他尖熊了 还有没有逃,没有逃,没有逃的话这把已经拿下了 只要,我觉得诸葛手上他应该是有桃子的 看他都弃桃的,那手上应该是正常有两个桃子吧 因为诸葛他翻船两回合,那刘备的状态他就回起来了 跟你拖嘛,你这灯爱他是拖不赢的,放个八倍数吧 他也不可能赢了,除非就是掉线 投了是对的 如果是灯爱国家的话,可能想赢也很难 但是俘国想赢也很难,应该这么说 这个好像应该会有为民喜欢选国家章聊 但是这个时候肯定是相当不错的,太四次换盖 12分钟应该是个节奏很快的一个局 这种拖板打无邪呢,很难射 所以说蛮具这个东西你说的准了,你先诸葛他去蛮具三选嘛 其实从道理上来说,他本来是五国,就应该想玩具的话就蛮三选 那刚好这个三选的是俘国,我们主校是四选的,他反而不是俘国 既然忙了你就不要怂了,你也不要说什么卫国就要去蛮三选 然后忙到队友什么不亏,你这个都是扯淡的 你卫国忙到队友,哪个队友不亏,哪个队友不亏 除了忙到国家不亏之外,忙到谁不亏 所以什么忙到三选不亏都是扯淡的 我反正觉得这个话是扯淡的 诶,蜀国要开团了 要杀谁呢 居然被放逐了,还没有摸起桃子 诸葛奖费,也算是开团的一个神剑 赵云是出来上车嘞 确定我最后一眼 我放一倍数吧 这就先把两个桃子磕了,然后久留着 看能不能过到一个铁锁 因为你是有锅牌的,所以你是需要去说铁锁来了 然后他是选择通过过牌,能多过到一点牌 这边我是觉得,主角这个连弩应该不挂 然后去拼,拼那个6号和8号 然后你去拼6号和8号,因为你连弩不挂的话 他们正常他们肯定会出小点 而且你是有K点的 本身就是拼中的机会就挺大的 然后你拼他,你没出连弩,他肯定是出小点的 然后所以这两个知己知彼,其实用的是很糟糕的 这两个知己知彼,肯定是看两个6号和8号 到后期就说,你把蜀国收了之后 看他们的一个势力,身份 就看6号和8号到底是什么一个身份 然后决定怎么打 然后就执笔一定要后用 不要先用 就是先收了蜀国这个人头之后 你看什么一个东西 因为叼长他,不应该叼长,是独裁他被蜀国打得这么惨 他也不可能,就这个时候应该也不会丧心病狂的去 就是说故意背歌,然后把你的脸组拆掉 除非说他自己满血,他满血的话 比如什么时候他状态比较好 那说去打一下 所以这个知己知彼,他又是怎么说呢 感觉他这3个知己知彼的运动特别差 然后你现在就要去赌队友了,去赌博了 是不是,你刚才如果知己彼去看他们的话 我举个,就这两个人都不是蜀国 我看过录像的 就是,万一他们是蜀国 那你这个就真的是打工了 你本来是可以就是赢得很漂亮的嘛 这样子是吧 那你去热他们,你最后如果一血你还是赢不了啊 是这个问题啊 但是爽是爽到的 但是这种局是明显是可以赢的局 像独裁这个时候,我是觉得他是可以背歌的 然后他背歌 然后现在都不用自菜了 因为你被热了 你有机会去赌队友,一定要去赌队友 那打工了,那你状态不好吗 你说打工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所以我见过很多那种恐龙什么的啊 他为了去打奔某个势力,他会把牌给赢家 然后明的有那种就也没跳过身份 也比较低调那种暗奖,他不去弄 然后他非要去 非要去打那个 不是,应该说非要去给那种名将牌 不去赌那种暗奖队友 你给名将牌打扮了那个大胜利,你也赢不了啊 你作为一个恐龙是不是 肯定是去赌队友的嘛 这边最后当掉是有一些运气存在里面 本来我觉得这局应该,打的时候应该是 就非常漂亮可以说 最后就,嗯,应该说本期的视频就这样吧 最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